首先呢我们公司因为宅男比较多嘛 考虑到员工就是日夜加班 所以我们公司有健身房很大 很大的健身房 三平 比公司都大的健身房 公司就在健身房上班 三分之一的面积吧 原来就是健身房 公司有福利房 然后有车 车的话你买了公司的车还包邮 每个月的邮费全部都是 就是亲包邮 亲包邮 不是不是 公司的员工 买了公司自己生产的车 每个月的邮钱都报销 公司来出 我也根据你的那个职务 还有岗位的性质 每个月会有不同额度的邮购 根据你的职务 就是你们家如果种的是黄瓜 茄子 西红柿 植位 植位 我以为是根据你们家种的植物 植物 西瓜树 对对对 要出国旅游吗 我们公司有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每个月都有团队建设活动 然后会在我们大boss的领导下挑选一些员工和我们的粉丝 一起互动 去外面拍星星 拍美景 不仅可以工作 拍星星 还能 可以了可以了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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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人吧 星星 回来 变人 在那个方向点灯了啊 星星变成人 变人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是人类净化史 对 化史 人家都说了人家的那个福利 我们也说一下 我们的福利嘛 了不起的湖南卫视的福利 对呀 八宝鸭 你就知道 那个 按脚 按脚 足底 现在呢 我们的福利 太多了 说不过来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我们节目组除了物质上的福利之外 还有精神上的福利 比如说 比如说 帮你西服 平哥经常找我们开开会啊 我们现在有福利 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福利 我们现在这个前停车瓶啊 现在是可以停车 可以吗 可以停车 我没车啊 可以停车 好啊 你没车啊 好啊 祝福你 因为我们的福利是员工停车都要收费